大新纽线电视今年首度与新年国小共同举办校园新新闻争选 参与情况相当热烈 日前评选结果正式出炉 一共选出了十部优秀的作品 名次将会在12月18日公布 为了让全校的师生都能够一同观赏这些影片 新年国小12月份起 也利用了每个星期二的中午用餐时间播放 分享同学们辛苦制作的成果 大新纽线电视今年首度与新店国小共同举办小记者大世界活动 继小记者下令一课程之后 系列活动校园新新闻争选也在9月10月份开跑 并且于11月完成评选作业 总共选出了十部有两作品 为了让全校所有小朋友都有机会能够欣赏到这些创作 新年国小在12月 特别利用每个星期二中午用餐时间播放入选的十部影片 看到电视里头出现自己熟悉的校园景物 甚至是同学 学生们都觉得很新奇 其中以校园环保志工为题材的环保大天使 文稿战术生动 让大家对于默默付出的志工叔叔阿姨有更深入认识 觉得小朋友都印象深刻 原本不知道这些在幕后帮助的志工 现在透过这几片让我们可以知道 原来这些在幕后帮助的志工很有爱心 虽然有一些志工他们很热心 虽然他们的小朋友已经不在新店国小了 但他们还是很热心地在帮忙整理环境 而当天已拍摄幼儿园第一天入园情况的 幼儿园新生生活报道 因为在画面上巧妙捕捉到幼童第一天上学真实情感联络 同样获得好评 另一部校园大改变 则是介绍学校在新年度的创新改变 同样有拥护者 他们就摄影得很好 然后可以就他们有请到老师帮忙他们 然后就是那些老师就有有帮他们 然后他们拍得非常好 是那个介绍学校的新环境的一部影片 我觉得那一部影片很好的地方是因为 有些人不知道学校的新改变 然而却觉得是旧的 可是却这么新 让其他一年级或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可以知道学校的新改变 虽然是第一次自己采访制作新闻 但同学们在题材的选择陈述都表现相当出色 大家也都给予高度肯定 有时候可能我会想去拍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拍那些人 我没办法去问那些老师 然后我觉得他们有勇气 在我们认识很多东西这样子 会对我们的对新店国小这个环境有一些帮助 这次入选的十部优秀作品 12月18日将会在新店国小招会中宣布得奖一次 相信到时将会掀起另一波高潮 记得深屏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